今天是3月31日 星期四是3月份最后一个交易店 当然不知也是职业场外衍生工具结算日 两个字都说完平稳 虽然日间有少少反复 但大部分时间指数都稳期于22000点上 我们先看指数 早市行指先高30点到22262点 之后转转反复一度低见21,922点 相对昨天收市来说 这刻是跌了310点 但问题不大 因为指数仍然稳守10和20天线之上 由于没有太大沽压 而且卖盘亦渗厌 所以行指大部分时间都在22000、21000 阻止进行整部 由于方向暂时不明 所以成交減压进一步萎缩 直到下午3点半左右 成交減压只有800多亿 今天成交減压可能会进一步创到今个月的新低 先看看走势 市在22000点进行整股 又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情 因为始终由3月15日的低位 18,235点开始上升 去到今个月23号高位22423 市已经反弹了4188点 出现1000点甚至几百点的整固 很狠 最重要的是指数无论如何整固 代表整个反弹的势头 可能仍然有如未尽 经过4000多点上升 股市都不肯明显的回调 一定有的理由 不过这样 你有理由是一件事 但你没有成交減压 你没有动力 要再进步上推 其实真的不容易 大家记不记得去年12月20指数 曾经低跌22655点 曾经反弹到24385点 回头再跌到今年1月6日的低位22709点 即是22665点和22709点 技术上当时是一个小箱底 不过经过2月份、3月份的急跌之后 这个所谓小箱底已经是实手了 好了 由现在看回到当时的小箱底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初步的上升阻力了 所以难怪股市去到22423点 即是接近这个小箱底 已经无法自在推进 市场说 如果去到22423点 成交这么压 有15亿、16亿、17亿、2000亿 慢慢地推 推穿就是推穿 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这个情况 过零星期的市场成交 除了上星期三有1700多亿之外 绝大部分时间都是14亿 或者最多15亿 简单说 在动力不足之下 要推穿这个小箱底 当时的小箱底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要留意的一点就是 但是现在延迟的十天线 不是差很远日 200点不定 300点不定 即是说 只要有些不明的因素 或者离淡的事情出现 指数是会试一下十天线 这个大家要留意 一旦指数试十天线 或者撞穿十天线 可能意味着 这个暂时的反弹已经告一段落 但就不需要担心市会事底 因为我觉得 由18,235点开始的反弹 只不过是有机会 稍后找一只右脚 如果完成右脚 再走回上去 那一分钟再试回22,423 或者试回今个月高位22,937 都还可以 问题就是 大市的右脚到底是哪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 会否在未来 会补回今个月17日 唯有下来的大型上升 现在这一分钟 不能够下无段 因为指数仍然在十二十天市流上 不过 既然大市盛压这么小 一幕部主暂时停一停 4月初旬 我们看到市况是怎样 我们再行部主就比较好些 好了 今天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好 今天是三月三十一 星期四是三月份最后的一个交易店 股市表现平平稳稳这样子 当然高台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仿佛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行程指数先轻轻的高开30点到22,262点 这个也是今天暂时的高位 而直到下午三点半左右 指数今天曾经一度是低限21922点 相对昨天收市来说是回调310点 当然 从走势方面来看 就算是指数有一点点的反复 可是问题还是不大的 因为暂时来说 韩子还是走在10天跟20天上以上 10天上大概在21,792点左右 而20天上大概在21,163点左右 这等于说 一天韩子还是能够稳守在10跟20天上以上 等于代表整个反弹的走势还没有改变的 不过当然在22,000年以上 我们发觉成交方面的确是不太足够的 并且那时候是没有动力 股市没有动力怎么样推进呢 当然今天的成交进一步是低迷的 到3点半左右指数 成交只有800多亿 那等于说 今天应该没有太太的期待的了 明天是怎么样 这个很难说了 因为在4月份开始的时间 要是股市的成交还是比较低迷的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指数现在大概22,100点左右 水平进行一个整顾 当然暂时股市的走势还是比较平稳 可是10天上已经在21,792点 就算到21,800了 相对现在指数来说 相差只有2-300点左右 只要股市少会有一点明显的反复 已经可以碰到 也可能有机位点圈时电线 一旦是出现这个情况 就代表整个反弹 暂时来说已经受到亏限了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 大家记得吗 去年12月20号全年的低位是22,665点 之后股市曾经反弹到24,385点 回头再到今年1月6号低见22,709点 等于说当期时 22,665点 跟22,709点 是一个小的算底 可是现在这个股市已经跌上了这个小算底了 现在往上看 这个小算底已经成为股市暂时的上升的左力 股市要是要攻破22,665点 跟22,709点的话 一定有足够的动力再往上退才行的 不然的话 在这个区间之前 股市已经出现一个亏限的了 还好就是暂时的估压并不是很大 所以变成来说股市是在高台进行一个整顾 可是这个整顾一天两天还可以 可是实际时间一长的话 问题就来了 股市不可能不停在这个22,000点整顾的 因为从18,235点开始的反弹 到22,000点左右水平 股市就反弹了4,000点左右 所以变成来说在高台 一定有一定的回调的股仰出现了 所以没有足够的动力 我还是担心4月份的月初时间 可能还未进一步反复的 不要忘记哦 这个17号股市还是遗留下一个大型的上升的掠口 从21,120点到20,786点 这666点的上升的掠口 暂时还是放在2万点左右水平 还是没有被回补的 这个也是后一个这种股市的令人担心的地方 好了 下个文明镜就是我这里 好 谢谢大家 有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 这里 是 是 对 有 感谢观看